在送大冬回家的路上 不知道怎么就生气了 也不知道昨天大冬为什么就生气了 算了 学校办公室道个歉嘛 请问大冬教练在吗 大冬教练不是在 你现在有大冬教练的朋友吗 没有 既然大冬教练不在 那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到了 你再等一下我了 你是 你是小路呀 我看到你表个白呢 你都不记得人家了吗 是你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怎么现在变这么好看啊 你没听说过你大18点吗 啊 这样行吧 当然要不在那我就先走了啊 有机会请你吃饭啊 等一下 现在就有机会了 你去给我看看 完了 不会跟他了 哦 原来是初恋 亲马 亲马 两小子 对啊 这什么对你别乱说话呀 就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哎呀 嗯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去聊 哎 大冬你替我解啥 大冬 别耸了 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